ok 各位好欢迎回来 那么这个影片里面我们会讨论2018年的曾经认出借主的第11题到第14题 那么因为呃我之前也讲过嘛 一半年是相对比较简单一年 所以这11题到14题我们就来看一下咯 可以不可以在under10分钟里面讨完 讨论完对不起 ok 那么首先呢我们就来看这个11题 我们有个正五边形ABCDE 然后呢这个题目要我们找的是这个上这个角CAD 那么呢首先呢我们要先知道这个正五边形 它的每一个角的那个度是多少 让我们从这个公式n-2x180度 我们就可以知道它的内角和是多少 然后因为这个是 啊这样讲ok等下啊 因为这个是n边形嘛 所以要除n咯 所以我们这个是五边形嘛对不对 所以就5-2 所以180度 然后呢除以五边 我们就会得到每一个角会是 3x180度over5 我们就会得到ok这个你们自己算 可是我最得到是108度了 所以呢这边108 这边108 ok 这个大概的也是108这样子 ok 那么呢呃他也讲了嘛对不对 这是正五边形对不对 正五边形意思就是每一条边 它的度数都会是一样 所以呢我的这个三角形abc是不是 不是abc就是这个 然后我的三角形aed 那么这两个呢都是等要三角形的意思就是讲 它们有两个边是一样 所以这这个角跟这个角一样 这个角跟这个角一样 ok 那么我们刚刚也知道嘛 这个角是108度对不对 所以呢三角形内角和180度 减掉108度 除以二就会得到36度 so which type就是代表呢 我们的角bac在这边 会是36度 那我先插掉一下啊 我先插掉一点东西 那么我们的角aed呢 就会是36度 所以呢如果我们要正式写的话 我们可以找到我们角cad 会等于我们的角bac 减掉角bac ok再减掉角dae ok我们就会得到108度 减掉36度 减掉36度 到最后我们答案就会得到也是36度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第十一题的答案 我们就 呃往下走走看吧 可以这题也是非常简单的 那么球满足不等是4 呃小于大于 ok 4小于或等于999-3x 然后999-3x 呃小于1000的最大整数 那么呢我们总共就会有两个 两个等是要看不等是要看咯 所以呃第一个我们要看的是 等下我猜一下啊 第一个我们要看的是这个4小于等于这个 然后第二个我们看这个所以呢 4小于等于999-3x 那么我们左边右边都加3x的话 或是我们把这个负3一包过去就变增3x 我们就会得到3x呢 会大于等会小于等于999-4 就是995 然后呢我们的x呢 就会小于995over3 这个要用假分数表示啊 因为比较方便看啦 就会得到331u3分之2 ok 所以呢我们知道我们的x小过331u3分之2 然后呢接下来呢 我们看这个不等次的话 999-3x小过1000 那么3x翻过来 那一千半过去我们就会知道 负1会呃负1会小于3x 然后我们的x的话 他会大于就是大于没有大于等于 负3 负3分之1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加在左边咯 ok x会大于负3分之1 但是呢我们要找的是最大整数x嘛 对不对 那么我们的x能会大于 我们的x会小于等于331u2分之3 那么这个整数部分 基本上就是我们的答案了咯 就是我们的x 基本上他的值就是331u3 就这样解决完了 很快的哦对不对 所以我也不用这样讲 ok 这个13d看起来有点难 可是他其实也没有很难 那么呃 3个跟到3加5 over3个跟到3-5 然后再加他的导数 ok 那么这个的话 我们可能会用a跟b来表示会比较简单 ok 所以呢 我们就led 我们就设我们的a会等于3个跟到3b 会等于 呃5咯 ok 那么等下我 我们会会要牵扯到a2跟b2 我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我等下我再跟你讲 所以呢 这边我们就会有a2等于3个高3的平方 就是27 然后b2就是525 ok 所以呢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啊 我们用a跟b表示 我们就会得到 a加bovera-b 或是a-b分子a加b 加上a-bovera加b 那么呢 我们要因为这个是一个 这个不是一个讲讲有理数吗 对不对 这是无理数 我们要把它合理化的话 我们就要把它square起来哦 对不对 这样画square起来的方法就是 对于这个分数来讲 a-b然后a加b 我们就上面跟下面我们都成 啊 a a加b咯 ok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 呃 把它给有理化 我们我们的分母呢 就会变成a2-b2 啊 这个就会变成a加b整个东西的平方 就是a2加2ab加b2 right ok ok 那么呢 如果是对于这个分母的话来讲 我们就 a-b overa加b ok上面下面我们都成a-b 啊 这样子我们就又会得到一个 a加b成a-b就是a2-b2 啊 这样的话 上面呢 那我们就有整个东西a-b整个东西的平方 就是a2-2ab加b2 所以呢 这两个呢 基本上就会变成这个 加这个 ok 这两个加起来我们就会得到 ok 增2ab跟负ab这样子消掉嘛 对不对 我们就会有 呃 两个 a2加b2 overa2-b2 这样子对不对 那么呢 我们就会得到 ok 两个 27加25 然后over27加25 会等于 两个 52 over2 ok 这样的话这个可以约掉 然后我们最后的的答案就是52咯 所以这个是13题的答案 也是蛮快的嘛 对不对 我不懂我相信你们也是这个速度啊 我相信啊 ok 那么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影片的最后一题 第14题 如果我们有个三位数 2a7可以被11整除求a的值 ok 你们可能会有些人怀疑 为什么这个上面会有一个横这样子 他基本上呢 就代表这个2是百位数 a是十位数跟7是 呃 勾位数咯 基本上你要用比较数学的方式 就表示就是2乘10的二次方 加a的乘10的一次方 加7乘以10的零次方咯 ok 呃 这个有两个方法来解啦 那么我第一个方法呢 就是要介绍你们一个诀窍啦 就是如果我要判断一个号码 是不是可以被11整除 那么 就像这个嘛 对不对 ok 呃 如果你要判断一个号码 是不是可以被11整除 比如讲我举一个很长的啦 ok 可能 一 三 四 二 五 九 四 就是这样的一个号码是不是 我要讲判断这个号码是不是可以被11整除 那么我要做的是 啊 我先把四 然后再五 然后再四 然后再一这样加起来就是 跳过那些 可能 Odd DGs EbertDGs 那个数字啊 ok 就是这样子就间接跳 然后这个的话 另外一个group 我们就会有3 2 跟9 就是我们刚才没有用了 所以呢 1加4加5加4等于14 然后3加2加9等于14 就是然后这两个相减 如果呢 它是一个11的倍数 在这个case我们得到0吗 0也是一个11的倍数 加画这整个东西呢 就会是一个11的倍数 咯 ok 那么按照这个逻辑来讲的话 我们就会得到2加7-9 对不起 我刚刚翻出来 咯 等一下先 2加7-A呢 它要是一个11的倍数吗 对不对 不过呢 因为我们的A 我们的A只可以 呃 小于等于9吗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个11的倍数 就会是0咯 所以9-A等于0 A等于9咯 这个就是我们这一体的答案 所以呢 基本上你们就应该 可以学到这个新的一个方法啦 ok 或者是你们要一个一个 应该是一个一个从0到9 这样也是也是可以 不过这个是一个 呃 应该是可以判断 是不是可以被11整出的一个方法咯 ok 我们 现在应该就是11题到10题 应该就讨论完了 如果你们有什么 呃 听不懂的 你们可以写在留言里面 然后呢 下个影片我们就继续再讨论4题 因为这 这年真的是 不是我要讲 真的是哈 相对起来真的是很简单 那么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吧 拜拜 咯 嗯 吧 嗯 中文字幕志愿者